我聞到這個口味太好了 這是什麼味道啦 就是你說的口氣 我說的不太像 帥味 你屌欸 這送人蟲 蛤 油漆塗得很漂亮吧 薰衣草的顏色 牆壁聞起來 用想像的 也沒有薰衣草的味道 而且蟲蓮很新欸 這個蟲蓮應該是裡面最乾淨的 死了一隻小蚊子 但還好 我已經摸了一下 噢 屑屑啦 你以為是蟲嗎 你以為是蟲蟲 像我們這種體力好的人爬上來 非常輕鬆 氣不喘 連汗都不會流一下 真的 但是我們的攝影師 佳高跟哲哲 現在看起來非常疲憊 我覺得他們今晚可能沒有辦法 沒有體力可以回家了 需要在當地 找一個地方住 那他們住宿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 他們不喜歡住太高級的 或者是 Google上面評分說 太棒的地方 他們都不想住 覺得太無聊 太boring了 太想住了你知道嗎 看得很膩啊 他們都習慣住 Google評分 特別低的飯店 他們覺得新鮮有趣 所以 我們現在就來幫他們訂個房間 這個飯店前我出就可以了 不用客氣 大家都這麼熟了 太好了 那我們要怎麼搜尋呢 打開Google地圖 你搜尋莫宴山住宿 Google會推薦你 83個住宿地點 那每一個住宿地點 Google它會有 1到5分的網友評分 我們從其中選一個 分數最低的 你們應該也想陪著 佳高跟哲哲 一探究竟 到底這種低分飯店 長什麼樣子吧 嗯 來搜尋一下 好看起來分數最低的 在莫宴山一帶 Google評分 最低的住宿地方 是 Google評分 2.6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的 近一年的評價有些什麼 Coco說 進到廁所 令人感覺有 腐臭 濕味啊 非常想吐 噁心 那應該就是那種 早氣是不是 RICH說 照片照片 騙人的騙欸 CINDY說 非常的髒 連床上睡覺的地方 都有很多黑黑的 搞不好是設計過的嘛 對 就是彩繪 還有一個King 平日1300 敢信嗎 不是稍微裝修過 就可以坑殺人啊 齁齁這幾塊 1300是我們近期住過最便宜的嗎 我們之前都住四人 喔 他沒有寫是雙人嗎 他沒有寫雙人 那我們打電話訂一下 喔 你好我想要訂四人房 一間 一間 今天晚上 四人房 你是工程的還是學生 我是那個學生 好兩天 因為我就剩下兩個房間 你要確定才留我 沒有問題 確定 現在過去 大概六點六七點到 現在過去會到六七點到 六點好了 我們抓六點半好了 你慢慢躲 好好好 那等一下見 謝謝 掰掰 你說你六點多到 他說太慢了 對 年輕人走這麼慢 學生還走這麼慢 要走一個多小時 現在才五點 你要走一個半小時才到 對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Let's go 其實蠻屌的 他這裡在市區 市區不好停車嘛 所以他有自己 自己弄了一個停車場 專屬的耶 然後停好車 從這裡就可以直接走進去 好 兩千 這個卡 壓兩百 可以幫他來換兩百 謝謝你 乖乖喔 哇 這個線路有點屌 我聞到這口味道好了 這是什麼口味道啦 就你說的高氣啦 我說的不太像 塞味 這有點屌耶 這送人衝 這送人衝 蛤 幾地探險 我這個 眉頭都沒有辦法放下來 酷喔 你看那邊就有變得爛 嗯 真棒 這個空氣真的不好聞 我買回來才打開的冰淇淋 完全沒有融化 你就可以知道 這裡離7分有多近 對不對 還是說其實它本來就不容易融化 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臉很臭嗎 不知道就覺得裡面有一種奇怪臭味 怎麼形容那個臭啊 嗯 出國的味道 首先你看它這個牆壁 油漆塗得很漂亮吧 薰衣草的顏色 嗯 牆壁聞起來 用想像的 也沒有薰衣草的味道 一點很悶的味道 再加上一點 糞管那種早氣的味道是不是 嗯 然後潮濕的味道 對 混合在一起 它其他地方油漆都刷好了 這裡特別留一塊沒有刷油漆 嗯 我想這可能是 你看這個顏色 好漂亮 用那個 書把筆跟墨水 嗯 去設計出來 真的 大師工藝 然後你們也看到了 它雖然是四人房 可是這裡這個是雙人床 這裡兩張單人床 什麼意思呢 嗯 三男一女 三女一男也可以 欸 請你睡著 另外兩個電燈泡睡著 都幫你們分配好了 真棒 然後 它這個燈設計的蠻奇怪的 你看它牆上 床旁邊都有 充電孔跟一個小燈 你看 雙人床旁邊也有嘛 然後這兩張單人床 旁邊也有 哇 掉了 它本來就掉的嘛 對啊 可是燈還是會亮 那你幫它鎖回去嘛 好嗎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然後 從它這個格局看起來 它這邊原本應該也有床 對不對 原本應該也有一個雙人床 所以上下都有燈跟插座 嗯 那不曉得為什麼搬走 它原本的格局是六人房 很專業 CB字好高喔 讚 氧化炭濃度很不錯喔 哇哦 然後它準備的是 毛巾 拖鞋 水 真的沒有人來飯店用熱水壺 它其他地方我沒有特別覺得有灰塵 呃...些微 但是你看它熱水壺上面已經不一層灰了 表示大家都不用 你們用一下嘛 不拿來煮網子 我都特別不用就是為了留給你們用的啊 電話是好的 電話看起來滿新的 這可能是這個房間裡最漂亮的東西 真的 地板這裡凸一塊為什麼 對應該是下面的原本的磁磚 熱上冷縮啦 然後我們這個房間的格局 從窗戶可以直接看到停車場 你可以一整晚守在這裡 確保你的車不會被人偷 沒錯 但如果太吵的話可以關起來 然後這個窗簾可以啦 而且窗簾很新耶 這個窗簾應該是裡面最乾淨的 死了一隻小蚊子 但還好 然後看一下它的雙人床 一般上面這一塊這是被子嗎 應該是裝飾品吧 不是耶這是被子 因為它只有這兩層啊 總不會是裡面這層是被子吧 好那它這個被子啊 來的時候它這個太長了 一直拖到地上 很容易被殘 然後看一下 這個是變成蠶絲被 它這個床單 躺很久了 這個都洗到變透明了 對很像內褲穿久了 穿著它穿久了 然後就會有一點那種白裡透黃的感覺 這個位置是什麼位置 被還是屁 自被啦 不是屁股的位置 對 這應該屬於 用比較久的問題 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在睡的時候需要掀起來 應該要掀起來 你就會上試吧 這看起來 也不是床單啊 聞一下 沒有什麼味道 喔 這個有味道喔 就床鋪有味道 嗯 就那種很 就煙味附座的上面啊 對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在旁邊抽煙呢 對啊 試躺一下感覺 來 欸 舒服舒服 滿分10分 我給9分 可以還不錯 不知道為什麼它突然把那種 上下部的換成一張這個雙人床 那它這邊的燈 看一下 看一下 哇 不錯喔 看著閱讀 真的 就是在這裡玩手機 還有那種 好亮 讀書的感覺 像不像老人 還掛一個那個 老花眼鏡 上面這個應該有 上面這個為什麼要有 給你用的啊 所以 欸你不要踩床啦 就是用這種人把彈簧都踩鬆 所以我要這樣子嗎 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碰了一下這個 結果我為什麼在飄 喔 我發現一個 不是很好的地方耶 我這個位置啊 冷氣在我正前方 哇哇哇一直吹一直吹 喜歡冷氣對著吹的人 可能會蠻喜歡這個體味的 像我可能不太喜歡啦 就是 吹一吹長起來都很容易不舒服 吹久就像瘋的男子 那這個咧 你躺一下 下部你躺 來 這個就很易 感覺很像回到當兵時期 很像 Oh No 很像 看錯了 我看 我想說什麼東西在晃你 我脖子串痛了 我不 回到當兵的感覺 嗯 他的床真的蠻值得嘉許的耶 空間雖然小 但床躺起來不錯 還不錯 看上面 我記得有一個評論說 床髒髒的 會不會就是這張床 我現在看 他床上面就 一點一點黑黑的啊 唉唷 那我先看看這個 這個黑黑的是什麼啊 蟑螂石 有沒有啊 我這邊也是耶 對啊 靠 欸 這誰的頭髮啦 啊 幹什麼場 你看這個 Sindy說非常的髒 連床上睡覺的地方 都有很多黑黑的點 對啊 那個黑黑的點是什麼 這邊都是 哇靠這是什麼 好暗喔 你開燈嘛 他都幫你設計燈 對不起 不是要讓你看啊 你看 蟲啊 蟲啊 蟻蟻蟻蟻蟻蟻在跑 欸 整張床都有一點 這是什麼東西 撥得掉 毛雀 我躺一下 喔唷 哇 這個 很利喔 這三張床 我覺得我會選這個位置 因為最不用被人氣吹到 嗯 起來會弄到頭嗎 你這麼高 我是腿長 大長腿 所以我坐在床上你看 剛好不會撞到頭啊 應該很少人睡這個位置 就摸起來傻傻的 學弟的要睡上 學弟 你還不上來 你幹 枕頭真的是蠻髒的你看 就是 不是說很多微塵 只是就 畢竟它貼著我的身體 你知道嗎 總是會希望說 喔乾淨一點 不是比較好 我模擬一次起床的感覺 讓你們知道 我的上半身有多短 嘿 嗯 沒有撞到 怎麼辦 欸如果我檢查 他這個裡面 哪有灰神味的Coffee 我以為要多 沒有啦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我們才不是這麼吹毛九次的人 嗯 我覺得這裡很舒服啊 很棒啊 一個晚上兩千塊 住四個人 一個人才五百耶 燙啦 可是好小喔 你看我腿太長了 都跑出去了 可以怎麼下面 沒有我躺在枕頭上好不好 我看一下廁所好了 怎麼樣 先介紹一下電視好了 路過 就先看一下是否能打開 OK 沒啥太大問題 可以可以關掉吧 很Lag 我關了嗎 不是按了嗎 但是只有這兩個人 能夠看電視 絕地看什麼電視啊 看看廁所 它有提供 牙刷 肥皂 洗澡 洗手台 很明顯是換新過的吧 非常新耶 也都沒有脫落 欸 稍微沾染一點水的時候 就覺得我手上都是灰塵 你們有聞過那種灰塵的味道嗎 摸了很多灰塵之後 洗手飄上來那種感覺 馬桶也沒有問題 看起來都很新 欸 會不會我們每次看名價都是 他正在被罵 但他們自己也有注意到 所以都來翻新啊 就沒有我們在Google上面看照片 看得這麼爛啊 這樣很好啊 監督 但我太懂 它這個淋浴間 玻璃做一半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要這樣洗吧 它應該是想要做乾絲分離對不對 所以你待會兒要 要這樣子 對 測試一下怎麼洗水才不會噴出來 是因為進來有一段時間了嗎 剛剛進來的時候覺得很醜 可能我麻痺了吧 我感覺 欸 不要用感覺 我們測一下它的空氣瓶子 對 PM2.5大概是27 我們以往去的飯店大概是20左右 你看明顯是比較高一些的 30 29 欸 再上去一點就會變黃了欸 我們要不要測試一下外面 剛進來的時候外面什麼時候 很臭 可以試一下喔 這個位置為什麼煙味這麼重 啊不是啦 你聞 是冷氣臭 它應該也卡了不少煙味喔 管線應該不優 我出去看一下 外面的空氣品質看起來也是OK 我們應該要去買一支可以測試味道的 有這種機器嗎 不然這個可能 它測的空氣品質 比較偏向悬浮顆粒這種東西 對不對 它沒有什麼空氣雜質 測出來就都會是very good 再買一個設備 看到 哇操 等一下 欸我覺得外面空氣比較好聞耶 有 房間空氣好差喔 就是我們四個人悶在裡面的那個 二氧化碳濃度再加上它本身裡面的雜味 嗯 然後冷氣的外味 曉曉你不要無息 你排放的二氧化妝太多了 到底要怎麼形容這個味道 陰道的味道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們會講什麼 腐蝕味了 對 因為很難形容 你進來之後我覺得 一段時間會麻痺 可是實際上那個味道是在的 你看我剛剛走出去一下再走進來 嗯 對不對或者是 煥然異性的味道 一拿下來 就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怪味充筆 廁所的美味臭到令人受不了 我們剛剛進廁所沒有特別覺得有美味 只是房間裡本身味道很怪 廁所反而好一點 嗯 你看它這個房間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 你幹嘛啊 你為什麼自己在那邊玩 然後還演繹一個 啊 什麼意思 你以為是醜嗎 你為什麼人家在前面拍攝節目 你在後面自己在那邊玩耍 你剛剛有沒有要接幹嘛 我說我覺得這裡整體 除了空氣之外 其他的好像都過得去 我們剛剛廁所還沒測試 怎麼洗才不會潑出來 看一下它那個正確的站位 所以我等一下洗澡不能把馬桶放出 我會坐在馬桶這邊 我整體都比玻璃還大塊 欸你這樣不行 你看你一直噴出來 人家就已經用這個玻璃提醒你 它是要做乾濕分離的 你自己要做到乾濕分離 你都把水噴出來 那潑到外面的人 外面的地都濕了 你待會兒要自己來擦 你會給幾分 我應該會給三分欸 為什麼呢 第一個它有停車場 還有超大的冰箱 7-11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它四中型 我看它有麥當勞那些 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它裡面不怎麼樣 但至少我覺得還看住 我的話 假設你是一個對空氣不在乎的人 就是我進去之後鼻子麻痺了 那我對裡面的評價可能也是2.8分左右 就是趨近3 你看它所有東西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上下部其實躺起來還蠻舒服的 可是如果把空氣考量進去的話 就是實際上它裡面的空氣是不好的 不流通的 然後美味早氣還是補食味什麼的 加上那個冷氣一直吹出來的味道 我整體可能會給它降到2分 可能會不會跟它正在裝潢也有關係 所以我這樣子平均起來 我可能是給它2.4分 那我們聽一下 當晚睡在這裡的哲哲跟家告 各給它幾分 哲哲 2.6 我會幾分 喔 為什麼 因為螞蟻很多 然後色澤頭連蓬頭感覺裝反 螞蟻很多這個評論有人說 那家告呢 2分 喔 因為它的味道其實是來自那個人機補充 因為太久沒有進行 然後它的床上有螞蟻 所以裡面螞蟻很多這件事情是公認的囉 你們加上Google評論都這麼說的話 就算是公認吧 好 所以我們四個人平均是2.5分 要動一下 這裡蚊子好多 雖然看起來很帥 環境很好 但好癢